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星岛日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昨天报道 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计划对中国采取贸易打压措施 中方近日加紧游说工作 避免爆发贸易战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以及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 最近几周与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私下会面讨论经贸问题 这显示现年69岁的王岐山并未退休 几乎可以肯定下月将复出担任国家副主席 并可能在中美关系扮演重要角色 去年夏季 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针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 以及中国逼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做法展开调查 当时他宣称这仅仅是个开始 华盛顿方面的预期是 调查将导致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投资法规和关税 以平衡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逆差 踏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大 上月美国对进口太阳能电池征收高达三成的关税 矛头直指中国 中国商务部随即作出回应 对美国出口中国的高粮进行反倾销调查 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官员一直极力游说美国外交官避免发生贸易战 据四名了解中美之间商讨的人士说 最近几周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私下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及王岐山会面 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也已要求与布兰斯塔德会面 时间定在昨天 主管外交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 上周前往华盛顿与特朗普及其高级顾问会面 处理经贸问题是其中一项主题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是习近平相识30年的老朋友 有救火队长称号的王岐山担任副总理期间 分管商贸和金融负责和美国高层打交道 去年19大 他因年龄原因卸任政治局常委及中纪委书记 上月他在湖南省当选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而且不在中央领导看望的老同志名单中 意味着他在3月将出任国家副主席 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中方人士称 习近平寄望王岐山能够帮他处理非常重要 但处于险境的中美经贸关系 据报过去几个月来 王岐山曾与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和相熟的美国商界领袖会晤 去年9月 王岐山也曾在中南海会晤白宫前首席策略师班农 特朗普近日对中韩等政府补贴出口的钢铝产品表示不满 声称正在考虑发起新一轮贸易制裁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表示 任何单边或保护主义的做法都会恶化全球贸易环境 对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产生消极影响 各方应全力避免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